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事情勉强不来 我觉得你从来就没有过那种喜欢 来 这么早就喜欢 是啊 家里活不上管 走了阿姨 人的馄饨了 热乎乎的馄饨 馄饨了 来客官来吧 馄饨哪 馄饨哪 来 相公 怎么了 相公 见过皇上 二位快请起 不知二位 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皇上 最近城中发生奇怪热病 患者身上起红疹 发烧 重者咳血昏迷 而且 已经有大量的百姓染病 情况有些危急 薛老先生跟苏姑娘 医术高超 可有查出这热病 是因何而起 这热病发作极快 事前毫无征兆 我和师父忙于照顾病人 还没有来得及调查病原 之所以着急来见皇上 是因为我和师父都认为 这不是普通的热病 恐怕 会是瘟疫 瘟疫 娘娘 我看咱们要不去搓会麻将 好 定时冷宫里 闷得慌 娘娘 要不您再拿我顶踢一回 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 还出去呢 娘娘才从天牢里放出来 你就少出点这种馊主意 是啊 我已经给秦玉听了这么多麻烦了 没事 我这么待着挺好的 是是是 在宫里待着也挺好的 对了 娘娘 今儿我出去采买的时候 看见城里不少人生了病 各大医馆都挤满了人 听说这回是瘟疫呢 这么看来还是咱们宫里安全 瘟疫 不可能 是谣言吧 娘娘怎么知道了 我写的小说剧情里 就没有瘟疫这个剧情 估计就是季节交替 发生了小规模的有感吧 唉 没事 有苏神医和薛神医在 肯定很快就能解决 秦玉要是知道 苏千学医是这样解救民间疾苦 肯定也会很感动吧 想不到 这热病来得如此凶啊 更糟糕的是 这病情还在城内不断地传播 不只是我们这里 我大医馆都收满了病人 快要顾不过来了 赵小五 属下在 传指金赵野 派医馆和药物前来救治 不得有误 是 李志冬 在 传指太医院 太太医前来救治 不得耽误 遵旨 此次瘟疫之事 丞相大礼相助 我们王子身为感激 愿与丞相结为盟友 共同对付大叶皇帝 在下 以茶代酒 敬丞相一杯 一助丞相心想事成 二助两国永结同好 老爷 城中已经安排了几十名人手 分散在城中各处传播谣言 相信到了明日 满城就会传开 皇上强推新政导致瘟疫 不完的情绪慢慢退后 没有 最后几句 是在想 荣妃娘娘吧 简单的温红 思续遭遇 浅雪在娘娘那儿 没见到过另外一半 你成全过我感受 倔强的是你言不由衷 苏姑娘 苏姑娘 外边有几个病人的病情恶化了 什么 我现在过去看看 柔妃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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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公 你怎么来了 皇上染上了瘟疫 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 皇上染上了瘟疫 现在 一直在昏迷当中 皇上一向身体健康 极少生病 怎么会 突然感染上瘟疫了呢 其实 上次进宫的时候 我就发现皇上身患旧疾 但是皇上怕娘娘担心 才让我保密的 如今瘟疫发作 皇上又日夜操劳 竟然让这病趁虚而入了 都怪我 我应该坚决一些 让皇上回宫里去的 不对啊 我的小说里 皇上就没有什么旧伤暗伤 也没有感染过瘟疫啊 柔妃娘娘 皇上就是在昏迷的时候 还换着您的名字呢 柔妃 发烧 红疹 昏迷 这些症状我好像有印象 这不是血魁症吗 血魁症 血魁症 感染瘟疫的人 是不是轻者发烧红疹 重者咳血甚至昏迷 确实如此 娘娘您见过这病吗 这就对了 这个血魁症 曾经在北敌肆虐过好多年 可是在小说里 也只在北敌流传 并没有到达京城 如今怎么会越过边界 传到了京城那城呢 娘娘 您既然知道有这个病 那您知不知道 什么药能治呢 治疗血魁症的药 李之多 走 吩咐下去 所有人不得出门 在有患者的门口做好标记 等着大夫上门看病 这样就初步阻断了瘟疫的传播 你们也照顾好自己 等我回来 好 是 秦云 你坚持住 我一定会找到解药来救你 皇上 你醒了 皇上 你慢慢退后 朕睡了多久了 皇上 您昏迷了一天一夜 一直搞受不起 真是吓死奴宰了 好了 朕不是没事了吗 对 皇上侯服齐天 一定会没事的 荣妃娘娘一定会给皇上找到解药的 荣妃 她也来了吗 皇上在昏迷的时候 一直换着娘娘的名字 小的就去冷宫 把娘娘请了过来 娘娘一来就发现 这疫病是来自北迪的 说是叫什么 解魁症 北迪 对呀 这天下的北迪人 这决心 这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啊 荣妃呢 她在何处 荣妃娘娘 去给皇上找解药去了 背马 皇上 您还未痊愈呢 背马 是 七星草 有了这个 瘟疫就有解决办法 情侣 你再等等我 我马上回去 是 姑娘 这山里可不安全哪 你一个人跑来做什么 你管我 你们什么人 七星草 你认得七星草 你们是北迪人 今天 绝对不能让你活着 去 给我检查一下他们 是 是 秦玉 若飞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是 担心你吗 你身体不好就不要乱跑了 你没事就好 你没事 没事 没事 皇上 秦玉 皇上 秦玉 怎么样 病情更加严重了 要是再不及时治疗的话 七星草我采回来了 熬尘药汁给他服下就好了 是吗 阿絮 阿絮 赶紧熬药 好 二位 帮帮我 帮帮我 好 好 娘娘 这一晚是刚刚熬好的 您为皇上喝下就行 好 谢谢 这玉佩 是您跟皇上一人一半的吧 您怎么知道 听皇上提起过 皇上还说了不少和娘娘的事 当时浅玉便觉得 娘娘一定和皇上一样 有着相同的心思 今日看到你为了皇上 这般的不顾危险 便更加能够确认了 浅玉不是娘娘 不能体会娘娘的苦衷 但是 如果两个人 彼此都有着相同的心意 那便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更应该好好珍惜 娘娘 您觉得呢 没有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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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 书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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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书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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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醒了 你醒了 荣妃 你不喜欢朕 何必替朕去采药呢 那现在朕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也喜欢朕 荣妃 皇上娘娘 咱们是直接回寝宫吗 不 回广宫 那个我东西不都能拿 不得先拿回来 对对对 是得拿 去朗宫 是 皇上 属下已经收到消息 在城中多处水井内 搜到了身上绑着石块的瘟疫病师 这 这很显然 是有人故意投在水井之中的 散播谣言 说新政导致瘟疫的人 抓到没有 散播谣言的人很多 属下已经抓到了一些 一切真的如皇上您所言 这背后真的有人指使 只不过 这些人拿钱办事 并不知道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瘟疫 是北敌人的瘟疫 攻击荣飞的人 是北敌的秘笛 朕现在可以推断 丞相和太后 恐怕已和被敌人勾结在一起了 王上 属下请命 带人捉拿丞相 绝不能让他 再祸害我们大印的百姓 以目前的证据 不足以给他定罪 可是王上 这些人如此丧尽天良 难道 我们还要再继续忍下去吗 丞相和太后一等 在我大印数大根深 不掌握十足体征 无法将他们搬到 朝廷动荡 受苦的依然是百姓 这样的人 朕也不会允许他们 继续祸国殃民的 宇文迅这种老狐狸 越没有消息 他就会越怀疑 只要他怀疑 他就会露出马脚 天天陪我一起吃打饭 对啊 想你 那我为你吃一个哦 张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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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吃啊 好吃 那你也为我吃一个吧 真的 快点 哎呀讨厌啦 快点啊 我要吃了 你也尝尝 张嘴 好吃吗 嗯 以为都好吃 喂我 啊 啊 那朕走了 嗯 那你路上小心 你先回去 朕看着你走 你先走 我想再看看你 你先 你先 你先嘛 你先嘛 你先走 你先 皇上 上个早朝而已 又不是生离死别 不用这么夸张的 你懂个屁啊 你懂个屁啊 我懂个屁啊 哎 哎 那不是皇上吗 皇上这是去哪儿呀 好像 好像是朝荣妃娘娘那儿去的 什么 怎么又是她呀 这女院有什么魔力呀 怎么回回都能把皇上迷得 身后颠倒的 哎呀 不行了 娘娘 我又闷了 哎 娘娘 您别生气 您想想 那可是荣妃娘娘 别看她这会儿得意 说不定过两天又惹出什么麻烦呢 肯定 很快又会被关入冷宫了 你又要进冷宫 哎呀 这次不一样 就 一个晚上 我天一亮 马上就回来 我大印历朝以来 这冷宫住的比自己家还亲的 估计就你自己吗 哎呀 我这不是也住出感情了吗 暖宫里的小六子他们也好久没见了 嗯 真不行 你就当我去一股四田了嘛 你都有证了 你还需要一股四田吗 哎呀 你对我最好了 我这次就住一天 吐 吐 好吧 提前说好 不许住进去不出来 放心吧 这次绝对不会了 这次绝对不会了 好了 倒计时开始 你们怎么一点烦有没有啊 娘娘 小哪不准 这回该是伤心呢 还是开心呢 那还用说嘛 当然是开心了 不过 我说好了 这次我就待一个晚上 哦 伯娘 是 把这个看好了 时间一到 立马走人 一秒都不能耽搁 遵命 行 赶紧呢 火锅搞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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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 那荣飞又进去了 娘娘放心 奴婢先前亲眼瞧见 荣飞娘娘带着她的侍女伯玲 进了冷宫大门 绝对没错 好啊 本宫就知道 皇上这般英明神武 怎会被她一个区区的荣飞给迷住 就是 真要说起来 只有娘娘您这般姿色 才配得上让皇上心动呢 就你嘴甜 娘娘娘娘 不好了 慌什么 有事 说事 奴婢刚刚瞧见 皇上带人也奔冷宫去了 什么 对 好够了 先看 我先来订个票啊 这套回冷宫就两个字 高兴 是 我们这些人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也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对我的好 对我的照顾 我都记得 今天 我严依依在这里 跟大家郑重地表示感谢 遇见你们 我真的觉得特别幸运 娘娘您说的是哪里的话啊 遇见您 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是不是 是 是 宫里这么多主子 有几个能像您这样的 帮我们当人头 所以啊 是我们 谢谢您才是 谢谢 好了好了好了 再说下去 就变成商业狐狐了 该说的都在酒里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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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了啊 快吃快吃 快吃 快吃快吃 王上驾到 琴玉 琴玉 参见荣妃娘娘 还愣着干嘛 干净的呀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明天也回去啊 朕一想到一晚上见不到你 朕受不了 反正在哪儿都是住 朕就想着陪你一起 让朕也见识一下 朕老公的魅力 朕老公 其实你不用这么麻烦的 怎么能叫麻烦呢 跟你在一起不麻烦 算你会说话 那我奖励你跟我一块吃火锅 请 上次朕来的时候还没仔细看 想不到你把这冷宫 收拾得还不错嘛 那当然了 我又不是来冷宫受罪的 要是真的又祸又落风 我还怎么过日子啊 你还真想在冷宫里住一辈子啊 那是之前 现在不一样了 不过这冷宫啊 被你收拾得虽好 还差一样东西 差什么 差个男主人 爱中黄黄凉 梦芒 这样就好多了 此处以后 不再是你一个人的居所 是你与朕 两个人的住处 日后 你若想偶尔回来住处 算朕一个 朕陪你一起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还差一点 差什么 这 我独自欣赏 小夕 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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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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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间了 到时间了 快起床 起啊 醒醒 醒醒 小姐 快快快快 起来 起啊 起那么早干吗 不早了 我们该出冷宫了 快快快起起 时间还早呢 这跟时间早早没关系 快快快 起 起 等一下 真太累了 真想休息 除非 你亲这一口 这样写了吧 快写 略写敷衍 不够诚意 那 我数三二一啊 三 二 一 好了啦 走了走了 穿衣服穿衣服 走 走 给太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谢太后 怎么了 眼睛红红的 受了谁的欺负了 回太后娘娘娘的话 都是因为皇上最近对那 荣妃娘娘愈发恩宠 简直就是毫无忌惮 不顾礼法 我家娘娘看着伤心 这些日子是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现在 横在你跟皇上之间的 就是荣妃 你想抢回皇上 就必须 把这个麻烦除掉 除掉 娘娘 娘娘 奴婢觉得太后娘娘说得没错 只有解决了荣妃娘娘这个麻烦 您才能重新和皇上在一起 皇上 娘娘娘的早膳准备好了吗 弗玲姐姐放心 娘娘的饭正放在灶上热着呢 那我们先去给娘娘打洗脸水吧 是 区区一个宫女 竟敢在荣妃早膳里下毒 谁给你的胆子 是奴婢自己的主意 与他人无关 还敢嘴硬 来人 拖出去 斩 是 皇上不要啊 皇上 皇上 是臣妾管家无方 才与一时鬼迷心窍 才会做出这等错事 臣妾求求您 求求您放过她吧 你要罚 就罚臣妾吧 娘娘 皇上 娘娘对您一片痴心 可您始终只对那容妃娘娘一人毒宠 蔡玉 是奴婢实在替娘娘不平才做的这般决定 与娘娘好有关系 您可千万不要错怪娘娘 就因为争宠毒计 就给容妃下毒 此等兴长 何其歹毒 朕的后宫之中 怎会有你这样的妃子 皇上 臣妾虽对容妃不分 但绝不曾有谋害于她 您看错臣妾了 朕就是看错了你 才会容忍你到金铁 来人 有 把他们押入大牢 是 皇上 等一下 容妃 刚好你来了 这两人想要谋害于你 如何诚挚 你来决定 既然皇上让臣妾做主 那臣妾肯请皇上放过他们 放过他们 你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他们两个想要谋害你 那我现在不是也没事吗 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你难道还相信他们两个的鬼话 嗯 我信 还没走呢 没 没有了 我就是想跟你说 谢谢 哎呀 没事儿 之前我还打过你一蹲呢 那你算了你扯平喽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都要跟你说 我真的没有打算腰下腰害你 我知道 你只是对皇上一片真心 而且我还知道 你只是有些蓝横傲气 但从来不会做这种事的 现在 我有点明白了 皇上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你 那之前的事情一笔够香 嗯 王爷 最近您天天出城踏青 难道就没找到点灵感吗 本王是喜欢诗词 可这诗词一到 努力固然重要 天分也必不可胜 本王这点资质啊 与戎妃娘娘相聚甚远 想要得出一些满意的诗词啊 又岂是那般容易 是她 我岂是她 浑然去雕诗 清水出芙蓉 王爷 好诗啊 诗好 哪记得上人美 姑娘 公子 您是苏浅雪 苏神医啊 原来是苏姑娘 早就听闻清晨那一位女神医 不仅免费听诊看病 还治好了这次的瘟疫 让我大胤百姓免于病苦之中 在下仰慕已久 今日得见 实属荣幸 公子过奖了 治病救人 本是医者天职 神医之名实在不敢当 对了 还没请教公子姓名 在下秦川 秦川 您是 英王殿下 浅雪失礼了 无妨 苏姑娘妙手人心 一心为我大胤百姓祈福 实在令人敬佩 本王想在京城内啊 开一所医师学馆 免去学费 为我大胤培育更多医师人才 只不过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教习人选 不知道 苏姑娘可有兴趣啊 王爷有此善心 真是我大胤医者 和百姓之福呢 如果有能用得上我的地 如果有能用得上我的地方 秦雪绝无二话 如此甚好 这月花园逛来逛去 都是这个样子 看都看你 公主 多出来走走 有利于身体 总比您成天蒙在宫里强吧 我想我的小川川 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还能不能再遇见 遇得的 遇不到 遇得的 遇不到 遇得的 公主 遇到了 公公公公公主 你看那边 小川川 小川川 平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对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听我解释啊 不用解释 肯定是我皇兄为了得到你 不惜把你变成女人业药骗进宫 真是太过分了 不是这样的 我本来就是女的 就是女的 我皇兄竟然 竟然不择手段 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 我本来就是女的 不是 你看 你真是个女人啊 你真是个女人啊 如假包坏 我的真命天子 你真是个女人啊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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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别看了 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皇兄 你和小川川 真是夫妻 朕是皇帝 他是朕亲口侧风的荣妃 有何不妥 什么小川川 叫嫂子 等等 嫂子 你有没有一个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兄弟 真没有 要是有的话 我肯定介绍给你 好棒 你也别灰心 我到时候和你皇兄 帮你好好捂色一个 肯定让你早日脱单 取鸡腿 这也应该吃 好 来 张嘴 好 好吃吗 嗯 你也吃一口 来 好吃吗 嗯 好吃吗 这鸡腿 顺境不行 这鸡腿 你 你没事吧 哪里不舒服啊 没事 可能最近太累了 经历有些懈怠 也是 你这病才刚好 苏姑娘也说了 你要多调理 这段时间就别太辛苦了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走 丞相深夜召见 不知有何之事 你口口声声说 瘟疫有多么厉害 多么厉害 可现如今 轻而易举就让人破解了 本相 有一终极计划 好了 忙呢 这还没到吃饭的时候 你怎么就来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身体吗 特意给你拿了药 来 趁热喝了 好 这是电视的卷子啊 这是电视评选的十家卷子 这要从中 评出一甲的头三名 那你觉得怎么样 这许文长的卷子啊 无论是师父 测论 文采 精益 皆为上等 无人能出其用 这状元之名 他许文长 实至名归 我就说嘛 这状元就要跟许文长的 那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等等 这还没上吗 你想提前泄露不成 对对对 那我到时候等放榜的时候再告诉他 正好我跟老周老田他们也好久没见了 到时候一块撤饭 给许文长好好庆祝一下 你就知道记挂你那些朋友 到记挂你那些朋友 老振呢 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可能把你给忘了呢 到时候外面肯定很热闹 我们一块儿出工逛逛 这还差不多 马上让一下 让一下 马上让一下 让一下 谢谢 让一下 你收住了 你看 哎呀 谢谢 哎呀 谢谢 哎呀 老倩 嗯 我这边没有啊 你那边有吗 我这也没有啊 是是 我再找找 不用找了 我找到了 找到了 嗯 在哪儿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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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你中了 你中了 我去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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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没有啊 clase шт 我去抓人了 你就可以έ 小小姑娘 小小姑娘 好消息啊 那许文长许公子 搞中状元了 当真 比金子都真 黄榜投名 仪仗游街 那真是可不得了 你和许公子感情深厚 这会儿还待在屋里做什么 赶紧打扮打扮去见他呀 小小 你怎么了 如今她已高中状元 小小不过是一介青楼女子 身份悬殊 若这般大喜之日去找她 恐不合适 状元狼来了 来了 快去呀 快去呀 这都来这儿了 恭喜许公子高中状元 小小姑娘 小小呢 她 她怎么了 来了来了来了 这不来了吗 小小小 也来了 好感到 真狼才女貌的 我是不是有什么 好伤心 才经许的 哇 你看 穿你 我真的 我真的 还很快 没有 我想 我真的 我还是虽然 我真的 我只是说 我只是说 我怎么这么想 萧萧已经听闻公子高中 在此向公子喝喜了 不必多礼 不过公子既已高中 此时不应该骑马游行 为何身在此处 闻尝词 一则是为报喜 二则 却是为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在下想为你赎身 而后名媒正确 成为结发夫妻 公子心意 萧萧如何不知 不过公子如今已是状元 萧萧不过是一介青龙女子 身份有别 如此强行相接 公子日后试图必将受其影响 你萧萧又如何忍心 可是很为公子拖累 考取公明 这是为了对得起一身所学 倘若如此 就要错过丁姑娘话 却对不起文长自己的心意 更何况 只要是两个人真心相爱 哪怕日后真的有艰难挑战 也可携手相迎 共同面对 文长对此毫无所惧 只看丁姑娘是否愿意 与在下并见 握住你的温柔 红颜留给我 一种不回头 夜半细雨落地上 滴滴水入我胸壳 华座里就已 等等等等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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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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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πι开嘞 我冲出头 魔智 夜半细雨落地上 共体遲承蛋 小小 不给不起 你都现在我 严重 握紧我的手 一番红的双眸 我穷处可留 烟日缠绕住我 泪日在我脸上流 以往去世间几口 你固陷在我眼中 你说老许的家伙又是状元 又这么有担当 性格还好 丁姑娘要是嫁给他 俩人肯定能幸福一辈子 那有什么 朕还是皇帝呢 你跟朕在一块那才叫幸福 这世上无论发生什么 朕都不会允许你跟朕分开 好好好 你最厉害了 老板 给我来两根 好嘞 拿好 谢谢 眼中时光沉沉流淌 就这味儿 给朕尝尝 这可不行啊 这离一三就代表分离 你还信这个 反正不行 你吃你那个 人海中黄黄凉 好吃吗 好吃 皇上 涉事的一共十六名工匠 全部都抓起来了 随时等候皇上发落 也不能全怪他们 意外而已 杖则二十 罚风半年吧 是 皇上 您这伤 要不还是请太医来看看吧 一点皮外伤 不碍事 朕没那么娇气 秦逸 容妃娘娘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受伤了 这御书房啊 久未修缮 有些老旧 朕进屋的时候 被梁上的木条砸了一下 不碍事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疼不疼啊 不疼 我那儿有活血化医的药 我去给你拿 来 皇上 这容妃娘娘对您 可真上心啊 那当然了 皇上 今晚宣哪位娘娘士气啊 趁有容妃一个就够了 翻什么牌子 拿去吧 皇上 您和容妃娘娘 感情这么深厚 为何迟迟 不肯去拿京宫士气呢 这 朕之前一直都是去容妃宫历 也没特意提过此事 您说您之前在后宫里 没有中意的也就罢了 可是 现在您和容妃娘娘情投意合 这事儿 也应该提上日程了吧 要不 想着这起续著本 就没法继续往下写了 这朕也并非是不想 只是 此事如何向容妃提起啊 她如果觉得朕 故意着急可怎么办 皇上 这哪儿还用说什么呀 您 您和容妃娘娘本就是夫妻啊 那 那行那夫妻之事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老赵 说得真对 对吧 皇上 您就应该当机立断 不要再犹豫了 对对 好 让一下 怪不得 登机立断 天经地 不认知 好 谢谢 疫情 炎依 你可以的 主动一点 档机里断 那个 你来了 是 你的伤还好吧 好多了 不妨做事 做事 这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天不早了 我们 歇息吧 好 好 我们 宽衣吧 宽衣 宽衣 你怎么了 没事 你刚刚不是说你上美衣事吗 真没事 我帮你揉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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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荣菲 格外让人心动 来人呐 走水啦 皇上 皇上 出来了 怎么回事 皇上 宫里走水了 老赵已经找人去副救了 皇上 您和娘娘还是先移驾吧 照顾好洪飞 朕亲自去帮她 是 皇上小心啊 怎么样 入了秋 天干雾燥 意外走的水 不过还好 火事已经控制住了 那就好 不过你最近怎么那么倒霉啊 又是寝宫着火 又是被木头砸 前两年走路还差点摔跤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不行了 我们得找个庙拜拜 好 听你的 怎么了 心悦 好 太医 太医 怎么样了 娘娘放心 皇上 只是最近操劳过度 再让皇上好好休息 也就没有大碍了 那就好 多谢太医 辛苦了 太医 我送您 我在小说里 也没帮你写得这么挺 我留一遍了 这就是代价 书官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代价 当然是你钻规则漏洞的代价 按照原本的剧情 炎依依这个角色 早应该在西县大劫的时候死去 结束她的角色使命 而你却频繁离开冷宫 改变了大量剧情 还坚持守在奇遇身边 甚至和他相爱 使这个世界的剧情脱离了原定轨迹 作为男主角的奇遇 便开始受到这个世界的反噬 反噬 没错 小说的男主角受到小说世界的气运加持 可一旦这个世界发生了改变 作为主人公的他便首当其冲 受到影响 开始不断的厄运缠身 受伤 火灾 生病 这些你以为的意外 其实都并非意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生在他身上的厄运 会继续加重 到最后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怎么会这样 书官 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你帮帮我吧 办法 倒并非没有 但需要你的配合 你说 只要你说我什么都愿意做 只要让这个世界恢复原样 作为男主角的他 自然就不会再有危险 而因为你的缘故 使得炎依依这个角色 成为导致一切变化的罪魁祸首 现在只有将这个角色彻底抹除 才能让这个世界回到原定的轨迹 但你放心 抹除的只是这个角色 至于你自己 只要回到冷宫 完成你的一百天任务 就可以回到你的世界了 只有这样 才能救他吗 是的 只有这样 好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天 就一天 你要知道 颜依依这个角色被抹除之后 所有人包括秦玉在内 都不会再有关于你的记忆 多留一天 并没有什么用处 我知道 我只是想跟他好好做一个告别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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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奥茫 泛红眼眶 笑着逞强 回头张望 那些疯狂 和我们曾许过的愿望 别来无恙 放掉过往 和曾经都荒唐的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你就这么照顾了朕姨 是啊 别人照顾你我不放心 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好 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照顾朕了 所以 你更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再有下次我可要收费了 还要收费 能不能一声相许啊 行 那一斤算你十块钱吧 这么贵 皇上 娘娘 早餐准备好了 走吧 嗯 走吧 你这么看着正在吗 没什么 你还饿不饿 要不要再吃点 不用了 时间差不多了 正在去上早朝了 你 你今天能不能不去啊 就这一天 陪陪我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那今日 朕就不去了 这一天的时间 朕就陪着你 谢谢 跟朕还客气什么 说吧 今儿想干什么 你跟我走吧 你跟我走吧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你还记得吗 那次苏姑娘来 我们一道游园 那天也下着雨 也是这儿 当然记得 你提出散步 借着肚子疼 然后跑掉了 其实当时都是骗你们的 我就在后面看着你们呢 你们有说有笑的 我可吃醋了 你还好意思说朕 你提出这个馊主意 错合朕和苏姑娘 跟人家说朕有隐吉 就从这点 朕就应该好好收拾你 其实当时我就后悔了 还有 你看到计划书的时候 问我对你什么心意 我说不喜欢你 也是骗你的 只是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这段感情 害你那么难过 对不起啊 好了 都过去了 还说这些干嘛 我们现在好好在一起 不就行了 嗯 好美啊 要是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一刻 就好了 你今天 为什么这么多感慨啊 大概 是有感而发吧 对了 都说妻子应该给丈夫亲手做一顿饭 那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吧 想吃什么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就螺丝粉吧 螺丝粉 你怎么知道 那一顿饭 那次冷宫就是你偷吃的是不是 这吃东西的事 怎么能叫偷呢 行 那就螺丝粉 不过你得帮忙 好啊 你要不要教教我 你来 你就切 你就切跟这个差不多 再切 想对吗 再稍微细一点 慢点 小心手啊 嗯 好香啊 怎么样 想吃 给你盛一碗 你的模样 只剪天思量 表克了时光 真强的歇阳 这螺丝粉啊 就是闻起来臭 但是吃起来 让人欲罢不能了 就像你一样 你什么意思啊 说我臭啊 不是 你是让人欲罢不能 算你会说话 那奖励你多吃点 好 你陪我 怎么不吃啊 吃 我 天空 融化 好了没有啊 马上啊 等一下 朕等得花儿都谢了 来啦 好了 可以抓下来了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你打开看不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 礼物啊 礼物啊 礼物 礼物 我上次不是打碎你一个粉彩百露萍吗 我就想补偿 我就想补偿你 然后呢 我就去了酱作坊 亲自给你做了一个 这瓶子长得倒是别致 哎 我也是第一次做啊 做失败了好几个才做出这么一个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还给我 谁说朕不喜欢呢 你亲手做的礼物啊 一万个粉彩百露萍都比不上 曾经以后 他就是朕的最爱 你送了朕这么贵重的东西 这应该回礼才是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朕满足你 那你再陪我做件事 上次不是采访过吗 你怎么又突然想到做这个了 那不一样 我还想跟你放一次 你拿好啊 好 你写什么呢 不许看啊 看了就不灵了 好了吗 好了 等一下 好了 准备好了吗 好 三 二 一 放 你写的什么呀 那 你 你还记得这儿吗 你写的姑娘 当然记得 当初你给朕送礼汤 就是在这儿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什么第一次 没什么 当初朕也没想到 区区一个妃子 竟然能当着朕的面 销毁碎着 你还说呢 为了处理那瓶冲药 我把初吻都给你了 你是初吻 难道真就不是 也对 那我们算是扯平了 有颗烂时光 当时朕也不知道 竟会喜欢上一个 给朕下药的妃子 还喜欢得如此质量 如此难舍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有的时候比小说还要奇妙 在夜山下的乡 是啊 比小说还要小说 是谁的芬芳 摇曳了烛光 一人的发香 纤绕在我手上 冰霜融花 飘过的月亮 飘过的月亮 指尖点思量 飘喝了时光 人叫热斜阳 指引结成霜 是谁的远方 我独自欣赏 桥亮的月光 残叶沙沙的香 是谁的芬芳 摇曳了烛光 一人的发香 煎绕在我手上 冰霜融花 时间太月亮 指你去芳芳 自佩将 再打电话 咱在品尝 葫芳 鸟 皇上 什么了 娘娘怕您辛苦 特意吩咐小的 给您送来的羹汤 什么 拿来正尝尝 她这手艺 正是把她喝不厌 皇上喝的 可能不是娘娘的手艺吧 她是 娘娘的心意 你最近又开始多话了 忙什么呢 皇上 阴言依依的离去 剧情回到正轨 朕忙公务忙到现在 艾妃就等了 没什么 臣妾知道皇上公务繁忙 只是害怕您的身子吃不消 您还没用膳吧 臣妾准备了几道小菜 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心意 都是朕爱吃的 艾妃果然懂朕 皇上您过奖了 其实 这些也正是臣妾喜欢吃的呀 看来 看来艾妃与朕还是这般默契 吃饭 六公公 歇着呢 开饭啦 开饭啦 六公公 六公公 这关的是哪位呀 上一顿饭也没有动过 没人知道里边关的是谁 这冷宫不就这样吗 没人知道你为什么进来 也没人在了 你觉得你为什么进来 我心想恼什么 我的心想恼什么 你为什么进来 我心想恼什么 如果我心想恼什么 你为什么刚才有出发 没有午后 独自成熟 这结果 人潮汹涌 推着我走 淹没在城市之中 时光交错 命运捉弄 来 皇上 你尝尝这个 来 入戏的轮廓 别来无恙 你还好忙 泛红眼眶 笑着逞强 回头张望 那些疯狂 和我们曾许过的冤枉 别来无恙 放掉过往 和曾经多荒唐的想象 今后时光 路多漫长 岁月无恙 皇上 您没事吧 朕没事 朕做了个梦 梦里 朕骑着匹马 带着一位女子 躲避刺客的追杀 朕与那女子 似曾相识 可朕记不清她的脸 皇上 想不起就别想了 要不早些回宫歇息吧 好 也好 李之多 在 这瓶子 是一直摆在这儿的吗 皇上 这不是 您最爱的花瓶吗 之前 还是您亲手放在这儿的 还让小的 好好看护 皇上 您这是怎么了 可朕怎么感觉 算了 没事了 没有用的 现在秦玉的记忆里 已经没有你这个人的存在 就算你重新站在她面前 对于她来说 也就是个陌生人 我知道 我只是 今日天气不错 倒是挺适合有缘的 皇上说得是 这会儿娘娘 应该已经在御花园里面了 我们也快些过去吧 免得让她等候太久了 是 这什么地方 此处 应该是冷宫所在 冷宫 朕营当从未来过 为什么会觉得如此熟悉呢 这里面关着谁呢 小的也不知道啊 小的也不知道啊 她在这里 你别是在这边 做吧 没有了 没有了 屁股 有了 不 摸出白方的双手 不完的情绪慢慢退后 最后几句 简单的问候 思绪望做你网友 想你从未成全过我感受 倔强的是你言不由衷 找一个烂借口说是朋友 你的不舍我好迁疚 不爱的敷衍认真过了头 被默契的配合 迷失在路口 我的难过你好温柔 想你从未犯过错的时候 偷听到一场毁宇宙梦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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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还在鱼花园里等着呢 不完的情绪慢慢退后 最后几句 简单的问候 思绪望做你网友 想你从未成全过我感受 倔强的是你言不由衷 找一个乱借口说是朋友 你的不舍我好迁疚 不爱的敷衍认真过了头 没默契的配合 迷失在路口 我的难过你好温柔 想你从未发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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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有何不对吗 从刚刚 您就好像有西事 没什么 朕刚刚路过冷宫的时候 觉得特别熟悉 但却不知道里面关的是什么人 进了冷宫 想来也是可怜的人 不过皇上 眼下是和臣妾在一起 心里若是还想着其他人 那臣妾可要吃醋了 好 不想了 走 前面逛逛 皇上 您怎么了 好 没什么 正想到 有作者没批 我们先回去吧 走 好 怎么回事啊你 你个蠢东西 竟敢打算皇上心爱的花瓶 我肯定是不想活了你 怎么了 皇上 他打碎了您心爱的花瓶 实在是该死 来人啊 算了 一个花瓶而已 碎了就碎了 下次注意就好了 是 赶紧收下去 不用了 朕自己来了 下去吧 是 还不赶紧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赶紧滚吧你 皇上 你也下去吧 是 你也下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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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住 你是何人 见到朕来 为何要躲躲藏藏 臣妾乃是前朝最妃 见过皇上 前朝 起来吧 如此年轻 怎会是前朝之人 冷宫清幽 与世隔绝 清心寡淡过日子 不与外界干扰 也许 时间也比外面慢一些 清不清幽地道令说 这日子过得寡淡 朕倒是看出来了 你生病了 朕叫太医给你看 皇上不必 臣妾乃是罪妃 受不起这万分云 另外 本宫乃是阴起汇聚之所 皇上不宜救灵 还是请回吧 那 你也好上保养吧 你也好上保养吧 握紧我的手 握住你的温柔 红颜留给我 一转身不回头 夜半细雨落地上 滴滴水入我胸口 化作黎州一枪空 握紧我的手 一番红的双眸 我冲出阁楼 烟雨缠绕住我 泪日在我脸上流 遗忘却时间几何 你呼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那位女子越是最近梦到的越是频繁 可朕就是看不清她的脸 朕让你查的东西可有结果 回皇上的话小的翻遍了所有宫内的册子 都没有找到那位前朝醉妃的信息 兴许是年代久远已经丢失了 不过皇上 您为什么对这冷宫的妃子突然赶了兴趣啊 朕也不知道 只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皇上相许是太累了 应该多出去放松放松 休息一下 您今日不是和娘娘说好了吗 要一同出宫游玩 对啊 对啊 更衣 是 哇 有点 这样就好多了 此处以后不再是你一个人的居所 是你与朕两个人的住处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还差一点 差什么 出来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 心情也好了不少 您觉得呢 对 你说的是 记得臣妾刚进宫的时候啊 住得不习惯 心情烦闷 也是您体贴臣妾 专门带我出来骑马散心 当时的情景 臣妾到现在都还记得呢 是吗 那今日换阵 好好放松放松 驾 驾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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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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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啊 皇上 你快醒醒 皇上 皇上 你醒啊 皇上 你没事了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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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不着 恭喜 再过二十分钟 你就可以完成任务 返回属于你的世界了 是啊 可是我为什么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曙光 你告诉我 等我离开之后 秦玉会一直开心幸福地生活下去的 对吗 当然 等你离开后 这个世界不会再有任何的意外和变数 作为男主角的秦玉 也将按照小说剧情走向 成为一代名剧 和小说剧情的女主角 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 那就好 你怎么来了 该朕问你才是 你到底是谁 为何顾名册内没有你的名字 为何朕的记忆总有你的身影 我不知道 为何朕会凭空出现那些记忆 为何那些记忆那么熟悉 我真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 还在撒谎 说 你到底是谁 我真不知道 你说 你说 这玉佩哪儿来的 你真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 这鱼佩 那天下 好像夜漫的青青一样 繁星时都被晚风吹散 现在你在城市那边 我怎样戒掉习惯 成城市不是说再见 在某个错觉之中 我们彼此相拥 闭上眼看随着每次呼吸拥抱 在某个错觉之中 一天中一趟的彩虹 将所有眼泪生痛全包容 而我也终于看清你面孔 让飞 你 也记起来了 怎么会呢 因为她打破了规则 原本的颜依依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被抹除 所有人都不会有关于颜依依的记忆 但她竟然凭借对你的爱冲破了束缚 重新找回了对你的记忆 你是何人 你 你 你也能看见她 为何看不到 她已经打破了规则 就不再受到规则的束缚 现在 你可以把真相告诉她了 抹住你的温柔 抹住你的温柔 怎么回事 所以 朕不过是你笔下的一个人物 这个世界是你编造出来的 而你也并非荣妃 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是 所以我之前一直想放设法想要回冷宫 只有我在冷宫待满一百天 才能完成任务 回到原本的世界 对不起 瞒了你这么久 怪不得 怪不得你总有出奇的举动 怪不得这世间那么多女子 但是 朕却只为你一人心动 你不生我气吗 生气自然有一点 但朕能感觉到 你对朕的心意 绝非作假 足够 所以 你 不要走 留下来 跟朕在一起 好吗 我也舍不得跟你分开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 你就会失去男主角的资格 还会有更多的意外和危险 发生在你身上 甚至 你会死 以牺牲心爱之人作为代价 苟延残喘地活着 有何意义 如果这样朕要失去你 那朕情愿 自己了断 你不要这样逼我 你不要这样逼我 朕没有逼你 而是想让你知道 对秦玉而言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去你 和一个没有你的世界 或许对你而言 你的牺牲是为了她好 但其实你这样做 对她伤害更大 那我该怎么办 你记得许文长和丁晓晓吗 如果这两个人 可以为了爱情 奋不顾身地在一起 那秦玉和严依依为什么不可以 你是这个世界的作者 朕是你笔下 战无不胜的男主角 只要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一起努力 没什么不可以克服 只需要你对自己多一点信心 也对朕 多一点信心 最后五分钟 我有必要提醒你 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已经被打破 所以从现在起 冷宫任务不再具备强制性 你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完成 不用再担心被抹杀的惩罚 不过从今往后 这个世界会因此发生彻底的变化 不再遵循原先的剧情轨迹 未来将会发生更多的变数 所以是走是流 你要自己考虑清楚 我考虑好了 我要和我的男主角在一起 你的男主角 我会让你失望的 你看这个台阶也不安全 撤了 还有这个柜子 你看上面这些平平官官掉下来砸着 你怎么办 再给你砸傻了 还有这个 这个脚 万一你摔跤磕到头怎么办 还有这个房梁 万一再掉下来砸着你怎么办 不行啊 都得撤 都这么晚了 安全措施的事 能不能明天再说 今天先干点别的好不好 不行啊 为什么 太医说了 你这身子才刚好 有些事情不能操之过激 万一身体筋不住 我管你太一太二的 你放下来 你干嘛呀你 好热闹呀 想不到他们俩 还真的联手把这浴室学堂办起来了 我小时候的男儿居然和女主在一起 这是什么神仙剧情啊 不是这样的 你才是真的女主 知道了 走 我们过去看看 走姑娘 颜姑娘 黄 黄公子 大哥 你们怎么也来了 来看看你啊 你们这百草学堂开业 我们当然得来恭喜一下 对了 老鲜呢 她昨天晚上啊 因为学堂开业高兴 多喝了几杯 现在估计还醉着呢 就她那酒量还畅饮呢 估计两杯就倒了吧 你有空再帮秦衣看一下身体 我爸她身体还有问题 还看啊 太医不是才看过吗 太医是太医 苏姑娘可是神医 那能一样吗 没问题 一会儿忙完了 我再帮黄公子好好检查一下 大哥 走 我带你到处看看 好 你小心点 别摔着 好 走吧 你也带我看看呗 没问题 走 娘娘 老陈前日所提的大事 您考虑得如何了 此事重大 哀家还在考虑当中 像这种谋反的事情 一旦迈出第一步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娘娘 难道您觉得我们现在 还有回头路吗 如今 皇上的声威是越来越盛 等他完全掌握了朝政 您将 再不会有容身之地 英王殿下 恐怕也 命赞皇权 是啊 哀家是不能再犹豫了 启禀皇上 北敌国送来国书 请求两国停战 并愿派出使团 来我大意 进行和谈 北敌人一向凶残好战 怎会突然议和呢 皇上自继位以来 运筹为卧 知人善任 不但打得西戎国一溃千里 北敌国也屡吃败仗 既然知道无法战胜 那义和也是水到渠成啊 西戎败退 北敌秋河 这是皇上之功 百姓之福啊 专相 此事你怎么看 皇上 北敌国不同于西戎 前线虽然连线虽然连连失利 但并没有伤到金谷 此时一和恐怕有诈 而且臣听说 北敌国今年大旱 粮食欠收 国力空虚 不如拒绝一和 全力发兵攻打北敌 嗯 丞相此言颇有道理 不过我大印自立国以来 不断受敌国侵犯 百姓深受其苦 而且以北敌的国力 就算遭逢大旱 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击溃的 依朕看来 不如接受一和 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皇上体恤百姓 是乃千古人均 传旨 接受北敌停战请求 允许他们前来一和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 公主 刚刚听说北敌不和我们大印打仗了 又派出使团前来一和 一和 嗯 这 或许是一件好事吧 嗯 是好事 我的家乡就在边关 每年因为打仗 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不打仗就一定是好事 是啊 不打仗 对国家 对百姓 都是件好事 或许 就对我是件坏事吧 为什么要公主 两国一和 一般都会和亲 我的姑姑 姐姐 还有好几个人 都是这样的命运 我不想离开大印 不想嫁到举目无亲的蛮荒之地 所以我才想着 给自己找一个如意郎君 可惜 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或许 这就是我们皇家女儿 天生注定的命运吧 蒙台王子 你看我们大印的山河景色 和你们北敌比起来如何 我们北敌以草原为主 忙忙辽阔 大印的景色 也是秀丽婉约 各有风情 之后 若是两国能和平相处 欢迎王子 多到我们大印来游玩 放心 本王一定会来的 驾 驾 驾 王子殿下 赶紧处理好尸体 换好衣服 准备出发 是 千雪姑娘 这些日子辛苦了 谢谢王爷 对了 本王最近打算进宫一趟 去见一见母后 告诉母后 本王现在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王爷要进宫去吗 千雪也想同行 前期日子见了皇上和荣妃娘娘 皇上说一只睡眠不好 千雪研制了一味安神水 正好给皇上送过去 那自然是好的 千雪姑娘 你现在此处稍坐休息 等我给母后请晚安 再陪你去见皇兄 我也好久没有见他了 好 北敌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娘娘 已经传来消息 一切都很顺利 北敌使团一天后就到达京城 很好 哀家这边也都安排好了 这等大事 再小心也不为过 娘娘放心 老臣一定会万分小心的 英王殿下求见 娘娘 是您召英王殿下过来的吗 不是 那老臣先避一避 儿臣给母后请安 坐吧 谢母后 近日 穿儿都还好吧 有劳母后挂心 儿臣最近挺好的 并且最近 儿臣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是什么触动了你啊 儿臣最近 新认识了一位苏神医 儿臣和她一起建立了一座百草学堂 想要培养更多优秀的大夫 让民众免于病苦之中 能够更加的安居乐业 行医制药 那终归是小的 你是大印皇室嫡子 你要谋划的事情 要更大 是全天下的事 母后 这治国和治病 都是让百姓更幸福的事情 并且儿臣找到了 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您不应该感到高兴吗 可母后为你谋的事情 都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母后你不觉得奇怪吗 您一直都说是为了儿臣好 可是儿臣却一点也不开心 开心是只有活着的人 才有权利说的 母后给你做的事情 虽然没有让你开心 但至少让你活着 母后 儿臣不做皇帝 也可以活着 并且可以活得很好 那你不信我 哀家也就不再仕途说服你了 但是今日 在你亲生母亲 与秦玉之间 你要做出一个抉择 我们俩 只能活一个 母后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哀家跟丞相已经商定 再过几日 就会调兵进城 诛杀秦玉 你要留在宫中 万一杀死秦玉 你就要登基称帝 什么 母后 你们这是要 谋反 哀家只是要拿回 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们秦家的天下 外人不来反我们 我们却自己反自己 母后 您百年之后 有何颜免去见父王 那你父王传位给秦玉的时候 他可曾想过我们母子啊 母后 不用说了 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 今天 我就给你两个选择 要 你登基称帝 要 你就杀了我 母后 您是儿臣的亲生母亲 儿臣断然不能赏你好分 只是儿臣想劝你 不要一错再错 回头是爱 事到如今 已经没有回头路 既然 你不舍得杀母后 那你就站到母后这边来 母后 您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 我看您是为了您自己吧 杀掉秦玉 登基称帝 您大可以自己来 儿臣绝不参与 你是要去告密吗 我会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而且我相信 你当了皇帝 会比秦玉做得更好 你知道 当皇帝有多好 到时候全天下都是你呢 所有的人都会跪在你的脚下 你不是还喜欢荣妃吗 只要你杀了秦玉 她也可以是你的 既然母后主意已决 儿臣别无选择 你姐姐听不过完吧 你姐姐听不过完吧 你想通了就好 毕竟我们是亲生骨肉 那我就把详细的计划告诉你 北敌王子敬见 北敌王子蒙台参见大印皇帝陛下 免礼了 蒙台王子 你北敌国多年以来不断侵扰我大印疆土 劫掠百姓 如今却想要议和 不知可有何诚意 我北敌愿献粮居一千品 牛羊各五千头 同时希望大印皇帝能割让何套之地 给我北敌放牛木马 令岁碧白银二百万里 并派一名皇室公主驾到我们北敌 从此两国将和睦相处 载不起刀兵 你北敌国胃口不小啊 和套之地乃是我大印疆土 绝对不会隔让给任何国家 关于岁碧 你北敌并不是我大印附属国 没有这个道理 至于和亲 朕永不会考虑 这样本王回去 再重新考虑一下如何 当然可以 蒙台王子远来辛苦 今晚就留下好好休息 明日朕在宫中设宴 招待使团 是啊 平乐 好 皇兄 想什么呢 听说北敌的人过来议和了 是 他们提出割帝 岁碧 和亲 都被朕拒绝了 割帝 岁碧不能答应 但和亲 其实很容易做到的 其实很容易做到的 你是朕的妹妹 朕希望你能幸福 但不是牺牲你的幸福去争取正直 是 皇兄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你为了大印一直担惊劫 我是不是也不该太自私了 以前我很怕和亲 可是现在 一想到我因为自己的幸福 而让大印百姓一直处于战火之中 不能和平 我也心中难熬 朕是想要和平 但不是靠牺牲尊严换来的和平 那是虚假的和平 只有靠实力 争取到的和平 才是真正的和平 连自己的妹妹都守护不了 怎么保护我大印江山 皇兄 好了 赶紧倒杯茶 敢 丞相请 丞相 明日就将举行大事 你这边 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吧 王子放心 一切准备就绪 明日完宴之上 时机一到 王子的使团 配合太后的亲卫 攻击齐玉 再加上放入城中的北敌精兵 亲卫军父辈收敌 撑不了太久 只要抓到秦玉大局 就可告成 龙五位是太后的当伙 而大印皇位合法继承人 是秦川 丞相 你有足够的把握 控制局面吗 可别忙活了半天 最后 却为他人做了假衣啊 太后一向任我败布 秦川更是懦弱无能之辈 有北敌的精兵 和本相调来的军队 在京城外侧应 绝无意外 好 胡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 朕今日设宴招待使团 大家不必拘束 随意就好 赐座 谢谢王上 蒙台王子 来我大印还习惯吗 大印务华天堡人杰地灵 本王一直心向往之 没有什么不习惯 朕敬各位 谢皇上 谢皇上 皇上 关于义和 本王昨日已协商出了一个新的条件 我们不再要求割地 碎壁与和亲 牛羊马匹我们也依然会献给大印 只需大印答应 从即日起 第一天给我们北敌一厘米 第二天给我们北敌两厘米 第三天给我们北敌四厘米 第四天给我们北敌八厘米 第五天给我们北敌十六厘米 以此类推 只要给足两个月便可 我们在这里 并不再去 此外 我们家的信仰 也许多了 不用 您 您 您 一言九鼎 只要大印皇帝愿意答应 我们两国可立刻缔结盟约 没想到蒙台王子是小学数学爱好者 这位就是荣妃娘娘吧 不知娘娘为何发笑啊 蒙台王子连我也知道 看来情报工作做得不错呀 只不过你自以为精妙的问题 其实就是等笔数裂的问题 几千年后用来考小孩的 娘娘无需顾左右而言她 只问大印号称天朝上国 敢不敢答应 既然是天朝上国 当然敢答应 皇上啊 不知荣妃娘娘的话做不做书 荣妃的话就等同于朕的话 当然做书 你们这些人啊 根本就不懂本王这个条件的玄机 就算把全天下的命都拿过来 也满足不了本王的邀请 哼 这有什么看不透的 我都说了 这就是个等笔数裂的问题 简单的倍增公式 一开始看起来数字很小 但是不断的倍增 就会变成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 第三十天需要十亿厘米 也就是三万斤左右 第四十天 数字已经庞大到万亿厘米 也就是三千万斤左右 等到王子收的第六十天 数字已经庞大到无法计算了 确实全天下的米拿来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这么快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 荣妃娘娘倒是有些不简单呢 不过娘娘 刚才已经在皇上答应了下来 你们天朝上国 答应的事再想反悔 那脸面可就丢尽了 我们答应了的事 自然不会后悔 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说了给多少米 就给多少米 多一粒少一粒都不行 那就只能麻烦蒙牌王子 留在我们答应 一粒一粒地数 数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们连人待米 一起给你送回杯子 好好好 好好好 是啊 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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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妃娘娘说得对 一粒不多 一粒不少 蒙台王子 你就留下来好好地数完 如果你能够数完 我们也能给得起啊 好 早就听闻 大印的荣妃娘娘才智过人 今日一件 果然厉害 本王这杯酒 就敬娘娘吧 都没有 怎么 想谋反吗 你说对了 就是谋反 秦玉 你一定想不到吧 老夫早已经与蒙台王子结盟了 两方兵力包围之下 如今 你已经成了瓮中之别 丞相 朕看在太后的面子上 对你格外忍让 先帝更是待你不保 你为何要谋反 待我不保 皇上似乎忘了 当初先帝杀我儿子的时候 是怎样拒绝我的请求的 你儿子先是奸杀民女 后带兵屠村 罪大恶极 只杀他一个 已是对你宇文家格外开恩了 罪大恶极又如何 他之所以要死 只是因为我不是皇帝 没有掌握最高权力而已 如果他是皇子 又有谁敢杀他 验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你有这样的想法 注定你成不了君王 成王败寇 将来史书如何书写 由我这个胜利者来决定 杨虎 在 还不将秦玉拿下 是 拿下 杨虎 你什么意思 你勾结敌国 想要造反 人人得而诛之 你 朕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谁 才是瓮中之兵 我母后预计想勾结伪敌 意图谋反 我先假意答应母后 想要先稳住他们 然后通风报信给皇兄 可现在被软禁在这里 我给皇上开的安神药里面 有助眠的效果 就是 加到汤药里面 给这些士兵们护下 那我们就可以无声无息地 从这里出去了 起来吧 其实宇文迅勾结北敌人 北敌使团名义上前来一合 北敌里全暗藏杀机 这些朕全都知道 朕之所以包容他们 是想将所有的反叛者 全部救出 一网打尽 皇兄 禁卫军副统领杨虎 已被臣弟控制 皇兄可以秘密审问他 获取更多详细的信息 秦玉 你以为你策反了杨虎 就能稳操胜券吗 你听见外面的喊杀声 那是北敌的精兵 忠于我的军队 他们此刻已攻入了皇宫 就你这点兵力 孤长难鸣 照样要沦为我的阶下囚 你真以为你瞒得了朕吗 子文艺事件以来朕就知道 你和北敌人勾结在一起 你拿太后当枪 暗藏兵马 计划的倒是不错 可你外面和北敌人的人马 恐怕已被朕消灭殆尽了 我不信你是在虚张声势 信于不信由不得你 报 启离皇上 北敌伏兵和丞相叛兵 都已引入城内 全部服中 报 启离皇上 丞相不已经拿下 所有党羽翼王大进 我不信 我不信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丞相啊 丞相 丞相啊 丞相 本王低估了秦玉 也高估了你 如今看来 只能束手就擒了 只能束手就擒了 给朕拿下 快快跑 保护皇妃 玉本白手里的罪证 朕早就拿到了 与人勋骨 过国殃民 证据确凿 朕现在 就送你上路 冰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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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你没事吧 朕没事 自朕登基之时 朕就立下誓言 朕要建立天朝上国 可朕不是为了名垂千世 不是为了成就罢业 朕是为了我大印江山百姓 国弱 则人人欺凌 国强 则百姓安乐 丞相宇文逊 勾结敌国 祸乱朝政 现已被阵辅诛 希望百官 以此为戒 心系百姓 让我大印国民 生活在盛世乾坤之下 吾皇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一切终于得结束了 还没有 朕还要去个地方 儿臣 给母后请安 秦玉 我输了 最终还是斗不过你 今日这个结局 母后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您认为宇文逊对您忠心耿耿吗 他一心只想利用您 他只想为自己夺天下 若是今日他赢了 母后于川儿 必将死于他手 我大印江山要更朝换代 与北敌勾结 注定只能让百姓 沦落于一族铁蹄之下 成王败寇 我无话可说 要杀就杀 谋反是不赦之罪 但您毕竟是朕的母后 是父皇的正妻 朕不会杀您 你不要再给我提起他 要不是当年 他对你一心偏爱 远离我跟川儿 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错了 父皇更疼爱的是川儿 如果更疼爱川儿 为什么把皇位传给了你呢 他当时年纪还小 生性甜淡 我大印周边强国林立 战事不断 此时的他登基 对他和大印都不是好事 一旦国家威王 他会成为大印的千古罪人 性命难保 父皇临终前千叮宁万准复 要朕保住大印江山设计 要朕保住 母后于川儿一生平安喜乐 母后不知内情 朕无所怨言 但有一事 请母后相知 自朕登基以来 一心为国家百姓安居乐业 却不曾有过异己私情 朕也想卸下众任 过过普通人的日子 所以 朕会挑个日子 下仗退位 把皇位还给川儿 这些年他成长了 朕相信 他以后一定是个好人 爱家做了那么多的措施 皇上为什么不惧前嫌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好 好了 走了 你们看着啊 注意点 是 走 哎 现在 一切真的结束了 真希望这个世界 不再有纷争 是啊 如果这个世界上 没有争斗纷扰 大家都能开开心心地生活 大概有多好 你刚跟太后说了什么 朕和她说 朕想把皇位传给川儿 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 跟你长相厮守 好啊 这个世界哪些地方最漂亮 我都知道 我们一个一个去玩 然后想一个最漂亮的地方 盖一座房子住下来 安静静地生活 你一种我在的地方 如果留在这儿生活 你会不会想你来来的世界 也会 不过我不后悔 因为有你的地方 才是最美好的世界 映出你的模样 只剑点思量 雕刻了时光 边角热斜阳 你会不会想你去看 只剑点思量 有 因为 你 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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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官 书官 你快出来 书官 书官 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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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的 我早就说过了 她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之后 不但失去了运气加深 而且 她还会被越来越多的厄运反噬 所以 我也没有办法救活她 求求你救救她 她不能死啊 能救她的人 只有你 是你的到来 使她改变了一切 也只有你的离开 才能让她继续做这个世界的主角 重新获得生的机会 让我想起 曾为你忘掉的谁 像导弹离开时的喧态 我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动真心扉 我以为 我以为和你出生如对 就可掩盖 内心的交叉 我以为清醒了 就会不见 才是我最想要的生活 只是比起这个 我更想让你活点 我以为只要真心承断 就会让你忘掉生意味 无论我如何和你都还能相依偎 把爱寄托 下一个梦会 让我想起 曾为你晃掉的谁 像导弹离开时的喧态 我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动真心扉 我以为和你出生如对 我以为和你出生如对 就会远在你身上最低 现在的她 眼中有你 但眼下的眉口都是泪 但眼下的眉口都是泪 我以为只要真心相醉 就可以让你忘掉生意味 无论我如何配合你 都还不能相依偎 俭侖 你醒了 我是不是要死了 你先走了 不会的 我不会让你死的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是我这辈子 最快乐的日子 我也是 能够穿越过来遇见你 我一点都不会 梦中的远如何远 要照顾你一辈子 可是此理 以后照顾好自己 好好好吗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是坐这儿 若是晴红一片 清风明月 与你许下云烟 若红满前 深渺了千渐 春转而难免 曾爱夜子清潜 等下无眠 往事恍若云烟 回眸之前 很远不求远 若你一眼万年 若你一眼万年 孤孤苟远 只为我而留恋 爱恨重点 爱恨重点 饮尽悲欢 仍不缺悦 若然 若便高枝烈焰 燃尽风烟 一路与你并肩 要等回看 沉沉沉 沉沉 人间 沉沉沉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真的 不是嗎 喂 今天你在交稿了吧 對不起啊 我可能得再修改一下 好吧 盡快啊 這次無的風 和天真說再見了 今天已經泛黃的快樂 有些話不能好好地說 我不再是求歌中規則 各位來賓 老師們 同學們 我宣佈秦妍希望小學 今天正式成立了 今天正式成立了 目光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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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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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老師 給簽個名吧 熟悉的輪廓 別來無陽 比海浩茫 粉紅眼眶 笑著逞強 顏老師 顏老師 顏頭照望 那是共黃 男士共黃 有我們曾尋過的願望 別無慰樣 別無陽 放掉古往 那曾經多荒唐的生巷 幾何時光 落多漫長 歲月無陽 別來無恙 就這樣吧 揮手搖晃 嘴角輕盪 我們就像 太陽和月亮 黑夜白昼不必再遇上 別來無恙 放掉過往 何曾經多荒唐 難想像 季后時光 路多漫長 歲月無恙 季后時光